四季之宫整理好前缘品 准备分头探望五十八户孤儿家庭 四阳淳朴的小镇 没想到孤儿之多 六岁的思辰大方出门迎接 一出生就没有父母的他 天真的让人心疼 独自抚养孙儿的外公 却因为一直放不下女儿自尽的事 面容憔悴 腿脚不方便的吉爷爷 为了帮孙子庆生 凭老命到镇上买了蛋糕 儿子肝病过世 儿媳离家出走 七十九岁 仁悠孙子孙女 国家庭隔代教养 爷孙之间都有代沟 志工们决定邀大家一起做活动 原本愁眉不展的爷爷奶奶 都露出男的的笑容 凤茶的时候嘴催泪 总是依赖的孙儿 会反过来照顾自己 大家请问这些美志工江苏报道